我们继续来看薄小甜甜的假料吧 大的小的不仅司机会用 手机也是会用的 还有录专门的指纹 不是同一场戏的时候 会等着一起下戏吃饭 还会替对方接电话 有一次小的当着大的面 假装用大的教他的重庆话接电话 还笑得一脸挑衅 然后两个人就小学机式打了起来 没人管手机了 大的那个有天晚上拍到11点才下班 刚巧小的有活动 提前一天去上海 下午就开车去无锡找他了 小的在他楼下等他 正在昏黄的路灯下玩手机 大的那个先看到小的了 偷偷过去拍小的肩膀 把小的吓了一跳 差点把手机都扔出去了 然后小的就假装生气 开始打大的 大的一边笑一边躲 最后用手抓着小的大拇指 过了一会儿才松开 看怀里调姿势的时候 小的要看剧本 大的就把剧本藏在身下 小的就对大的各种挠 尿纳剧本 说是挠其实就是各种摸摸摸 忽然想起来 据说大的第一次知道小的酒量好 适合导演还有制片人 一起吃饭的时候 小的一个人就惯翻了导演和制片人姐姐 因为当时还不是很熟 所以小的没有给大的挡酒 理所当然两个人都醉了 因为当时住在同一个酒店 两个人的助理 大的是临时助理 就把两人领回去 回去的路上 小的其实就开始叫大的战哥 还勾肩搭背的 非常大兄弟 结果拍戏拍了几个月 他俩反而不勾肩搭背了 只是喜欢凑的一块 肩膀挨着肩膀 然后刷手机 打游戏 要不就是小的手饮犯了 对大的摸摸摸 哎呦 当时就觉得有点腻歪了